白内障不可逆 四招减缓速及最佳手术时机告诉你 当水晶体因为某些因素变得混浊时 就会阻止光线的进入 进而影响视力 称为白内障 引发白内障的原因很多 大致可分为先天性或后天性 两大类先天性白内障 遗传因素或先天性新陈代谢异常 或是母体怀孕期受到感染 如德国麻疹或不当服药 都可能造成小孩子先天性白内障 不天性白内障 年纪大老化是最常见的原因 水晶体随助年零件常老化 一般发生于50岁之后 除了老化之外 眼睛曾被重力撞击 例如被球打到 或是意外事故伤到水晶体 也是白内障的危险因子 其他包括糖尿病 红彩炎 高度近视 清光眼 遗传等原因 还有长期使用内骨醇 可能伤害水晶体核外的上皮细胞 影响眼内代谢效率 引发白内障 白内障的症状一旦形成 水晶体开始混浊后 就回不去了 不过可多摄取富含抗氧化维生素的蔬果 在太阳眼镜减少紫外线曝晒 均衡饮食和避免抽烟来减缓白内障的进行 至于白内障手术的最佳时机 则是只要会影响到日常生活 就要考虑全民健康基金会关心您